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尊敬的各位法师慈悲 尊敬的各位同修慈悲 阿弥陀佛 一般人都想求福必获 可是从没有想过福获的原因是怎么来的 太上感应天讲 祸福无门 为人制造 善恶之暴 无影随形 福报是我们一念善心所感得的 灾难是我们一念恶所感应的 所以是福是祸都是自己造作善和不善所感得的果报 不能责怪外在的人事物 普德讲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唯有反省自己内心的烦恼 进而改过 外在不善的人事物 就能得到改善 佛法讲 静随心转 若能转静 则同如来 我们要得到福报 避开灾祸 不深入经典 解形并重 想要得到佛法 殊胜的利益 是望尘莫及的 我们在六道轮回 是受苦受难 还是享受福报 都在我们当下一念的善恶 另外要了解 人生难得 因为我们六道的众生 在阿赖也当中 善的种子少 饿的种子多 所以要得到人生困难 经典说 得人生要修时善 八十分 换句话说 就是修时善 在八十分以下 不能得到人生 今生我们遇到佛法和净土法门 是多么的幸运 经典说 百千万劫难遭遇 一般人 修善 只求做官 求富贵 地位 长寿 这都是人天福报 不能够了生死 出三界 佛法的可贵 是在帮助我们 断烦恼 增长智慧 能够离苦得乐 身心清安 实在 愚昧的人 只求人天福报 求智力 真正觉悟的人 是不求智力 而是重在断烦恼 发菩提心 想帮助一切众生 都能成就活到 在现今的乱世 想要成就道果的人 不仅要修缮慈戒 还要念佛求生净土 这才是稳荡 快速成就的法门 后学在这里 祝福大家 新春愉快 身心健康 福慧增长 六时吉祥 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 走